我每次平时的时候他去那我都会跟着 这次我跟朋友说了几句话我就想着追着你 但是我没找到他我打电话我就特别着急 他和他朋友回来的时候有说有笑的 我感觉他一点都没在乎我 听明白了 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也应该成为你世界的中心 可是对方说 对不起 我的世界里还有其他的东西 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帮女孩捋清一下你的思路啊 你说你是喜欢他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只是喜欢他喜欢你 这种感受而已 你并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一 就从你崇拜的那个学长啊 就能看出来 你并不喜欢他 如果这个学长说 哎学妹 其实我好喜欢你啊 咱俩交往吧 你会怎么办 你会不会有心动吧 但是如果我要不 你别但是 你说会不会有心动 你看你刚才笑容 应该不会 还不会 你肯定会 崇拜一个人 他如果说喜欢你 你怎么可能不心动 所以你心里本身 就没有特别的喜欢他 才会去放着这样一个 你很崇拜的学长 在你心里某一个位置 第二 你就是觉得 他在很多场合下 是多余的 别人 大部分女孩会觉得 哎呦 我男朋友在假期 送我回家 多感人啊 你觉得四个人 在车里 是放不下他的 太多余了 所以你没有 那么喜欢他 你只是觉得 我作为一个女孩 有这样一个 死心塌地 黏着我的男孩 这是一种享受 有人这么喜欢我 你喜欢的只是 这种感受 男孩 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沙子握在手里 握紧了会怎么样 杀 对啊 你把他紧紧握在手里 你越握得紧 他越跑得快 再加上他又没有 那么喜欢你 女朋友也好 爱情也好 不是用来 看 管 就能留得住的 你越管 这个人会越觉得你烦 你看看你自己啊 也不怪他不喜欢你 你这个唯唯诺诺的样子 你有魅力吗 一个人喜欢 另外一个人 爱的是你这个人 是你人格的魅力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 都不爱自己了 丧失了完全的自我 整个世界 整个生活 都是所谓的 你爱的女朋友的话 你还有什么 可爱的地方吗 一个不独立的 一个依赖于 别人情感当中的男人 真的没有那么可爱 所以这两点 你都做得特别的不好 你拿什么留住他呀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在乎他 修炼自己啊 让自己变得有魅力 让他觉得 我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是那么的快乐 他送我 我觉得是无比的荣光 而不是厌烦 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 得到他的心 慢慢学习吧 适合你的姑娘 应该在你的未来 等着你 但是那个时候 你要是更好的你自己 谢谢 这个男生 我跟你确认一件问题 你觉得这样的黏他 是应该这样啊 还是说自己想这样 我觉得应该这样吧 如果我不黏着他 我不对他好 我觉得我俩 可能早就已经散了 OK 你一直在说 我觉得自己没有烦人 而你的女朋友 其实也一再地说 这样会让我窒息 我甚至考虑要分手 那和你所说的爱 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 那我们应该知道 会让他快乐 为他好 而你现在所谓的 我认为没有烦他 其实无外乎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感受 你是一个缺爱的人 没有了他 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暗淡了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其实你在用你自己的标准 才去爱别人 那其实是所爱 需要爱 但是你要知道 物极必反 这个马上已经就要飞掉了 所以你要善需观察 而不是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 说我认为我想 看一看 听一听 别人对你的行为的反馈 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是真正最爱他 要不然的话 等你上了班 还这样跟着他 你上班吗 你还做别的事情 你还学习吗 你还提高吗 最终呢 你可能抓住他 其他的什么都丢了 最后回我身来 发现他也没了 你一无所有啊 那反过来讲 我觉得女朋友 其实也被你害了 你要知道 这种黏人 也会让人成瘾的 他虽然也会不适应 但你要离开以后 阶段症状 也会让你痛不于生 所以呢 我觉得等一等 再观察一下 毕竟时间还短 看看他以后 过了这段的黏后劲 初恋的尽头 是不是可以 能够稍稍的 有一些个人的空间 再适当的调整一下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男生 我是理解你心里的想法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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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